无兄弟赴孟三 而被动的暴击和吸血也能让它瞬间爆发出可怕的伤害 可以说现在版本最完美的前排战士 下面我们来看看徐皇的技能解析吧 被动致命一击 攻击有15%几率暴击 概率恒定暴击伤害足迹增加 满击效果2.75倍暴击 这个技能想必就不用我多做解释了 简单粗暴后期伤害更是能玩暴影天线 呃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是测定敌我双方颜值高下的试机值 一技能魔斧夺魂 向目标投掷魔斧造成伤害并眩晕1.5秒 并降低目标20%移动速度持续2秒 眩晕和减速时间恒定伤害逐级增加 满击可达300点伤害 这是徐皇唯一的主动技能 非常稳定的单体控制技能加上2秒的减速 简直是脆皮英雄的噩梦 魔斧夺魂不管是打团还是干客 都是堪称完美的先手技能 二技能 吸雁行阵 使附近友方近战英雄 获得吸血能力满击效果21% 效果上限非常高的光环被动 对于徐皇自身来说 配合被动舍命一击 可以瞬间恢复大量生命 到了后期更是团战利器 被光环覆盖到的近战友军 相当于每人多出了一把气血枪的吸血效果 大招不败将军 死亡3秒后原地满状态复活 CD逐击减少满击CD85秒 没错 徐皇连大招都是被动 而且还是这么无耻的春歌技能 相信不少小伙伴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 当你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徐皇打趴之后 一眨眼功夫 这货又满血满了的站在你面前了 而你却没血没蓝没技能 想想都无奈 看过徐皇的技能解析 那么技能加点就很简单了 在有大点大的天积下 主生一技能 然后升级被动增加伤害能力 最后升级二技能 加强团队战斗力 从徐皇自身三大被动来看 伤害生存续航 堪称完美 在大招变态的春歌光环下 肉装对于两条命的徐皇将是双倍提升 而暴击和吸血的被动 则让徐皇不用堆太多攻击 也能打出不足的伤害 那么我们徐皇的出装思路 就以半肉半输出为主 先堆肉提升大招性价比 再补足伤害 像阴阳月 冰枪 七星刀之类的全水性装备 都是不错的选择 出门先出阴阳月 提升消耗能力 然后出疾风鞋 对剑 冰枪 加强机动性和牵制能力 最后出青红剑 无双甲 补上伤害 在先数选择上 除非乙方队友牵制控制能力非常强 水苗不建议大家选择对于团战无用的点击 这是水苗在天梯多次被坑之后的总结 点击的效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 虽然打强快 但是也错过了徐皇前期良好的干客时机 而中后期装备虽然起来了 却又会因为缺乏位移技能打不到人而尴尬 缺乏长手控制的情况下更是会被风筝致死 现在比较主流的打法是戴红颜抢晶元拿衣血必备 打团干客时用来补刀或者是压制都是效果周悦 一般戴红颜的徐皇很难有机会出第二仙术 真要有所选择的话 妖术瞬移都很不错 妖术提供强大的控制能力能完美压制敌方输出 瞬移则是全民通用的位移能力 可以让打法更灵活 我方张英英看到敌方蔡文姬推打 二话不说就往上冲徐皇跟在后面赶紧跟上大喊道 你倒是等等哥啊 你不知道扫加腿短吗 英英妹子的性子不是一般的机 直接就是一技灵车出动怼到蔡文姬脸上 蔡文姬直接从独家环境 接上大招秀了英英面子一脸 持往上前一技能魔斧夺魂 晕住蔡文姬 冲上前三班斧抡死蔡文姬 这时敌方志愿的小乔姗姗来持 二打一啊 英英妹子随我上 小乔见识不妙 转身想走 英英又是一招零蛇出动控制小乔 徐皇拎着鼓掌在后面 狂看不止 拿下小乔人头 敌方狂中的塔下 猥琐的摆布穿扬 打到徐皇脸上 老头你等着 咱先进个草丛压压惊 好吗 还真敢追 持我板砖 徐皇上去就一巴掌 接着翻车又是一巴掌 打得爽了再来一巴掌 一顿噼里啪啦 黄中直接给跪了 徐皇硬射程砍出一个三杀 当大哥的 就是要有猛男的气势 不得不说 徐皇确实是团战大哥 先手控制 伤害吸收 都是一流 近身爆发 更是可怕 徐皇只有一个主动技能 但是一招先 左边天 操作简单 打法 更是粗暴无脑 非常适合新手玩家上分 对于老手来说 玩好徐皇的关键 则是在于 把握好战场的局势 前中期 尽快点出大招 多游走干渴 压制敌方发育 在前期打出人头优势 后继团战尽量先手开团 勇敢为队友吸收伤害 保护队友 执照球团拉得好 没有敌人干不到 这才是号称 魔族斜将的徐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